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戒烟的这样一个经历 其实抽烟这件事情啊,现在看来呢,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是吧 它增加我们肺癌的发病率,同时呢,还让我们呼吸系统啊,受到很大的伤害 容易得慢性肢气管炎 其实呢,我父亲呢,他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中医 但是呢,他也有抽烟的习惯,所以他在70岁的时候啊,就因为肺心病啊 他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呢,他在70岁的时候就因为肺心病呢,过世了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好像抽烟呢,是一种时髦 我们年轻医生呢,都抽烟 而且呢,那个病人呢,给你送烟 在大陆的那样一个环境下呢,病人给医生送烟呢 是一个司空见宽的事情,不觉得好像是病人在贿赂里 或者是你不应该收礼啊 所以在大陆的这样一个文化和这个医学环境当中呢 竟然是很普遍的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人轻的医生绝大部分都抽烟 抽烟呢,成了习惯以后啊 真的是很坏 那时候最多一天要抽到两盒烟 到什么时候不抽呢 就是一下感冒了,或者是得气管烟 咳得不得了,那时候呢,会停几天 等好了以后呢,又会去收 后来出国了,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尴尬啊 因为我在给人家浇中医 你一边浇中医,一边自己抽烟 真的是很没有说服力 所以呢,就想戒烟 戒烟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难 当时呢,在国内每次呼吸到感染之后啊 咳嗽很厉害之后,就把烟啊 大火机啊,全部都扔掉了 下决心不臭,但是呢 每次都很失败 那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跟着一个黄埔俊校的武术教官的老先生 学这个太极拳 也帮他教美国人太极拳 所以呢,我也练 但是这个烟呢,还是戒不掉 后来我在一个中国菜店里面啊 看到一个录像带 就是现在被大陆禁止的法轮功录像带 我就照着那个录像带呢,去练 头两个星期啊,因为练得很专注嘛 这个抽烟的这个想法就比较少 而一个月以后呢,我发现呢 我就不能闻这个烟的味道 一闻那就很恶心 那时候是1998年了 那么从来以后呢,我就再没有碰过香烟 这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戒烟的这个经历啊 因为我知道戒烟有多难 按照统计啊,戒烟成功的人其实不到5% 就这么难 所以戒烟呢,你是需要得到帮助的啊 除了刚才我说的对我很有效的方法啊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也有,一种方法呢,就是针灸 针灸呢,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它会抑制你抽烟的欲望 同时呢,也会让你减少因为不抽烟带来的焦虑情绪 所以呢,它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你自己啊,一定要下决心戒烟才行 还有个好消息 就现在在美国,它有美国华语专线 专门为在美国的华人提供免费的戒烟 或借电子烟服务 服务包括提供免费的戒烟贴片 和一对一量身定制的电话戒烟帮助 也为想帮助他人戒烟的人提供免费服务和戒烟资料 专业的戒烟顾问会说粤语和国语 请致电18008388917 获取免费服务 您也可以登陆网站www.isq-chinese.org 网上登记或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您也可以发简讯戒烟到66819与专线联络 研究证明专线的服务可以倍增戒烟者的成功率 服务时间每夕早晨7点到晚上9点 每冬早晨10点到凌晨12点 周一到周五都有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